据法新社的报道 法国经济财政部周一确认了法国媒体此前的报道 新冠疫苗在法国的生产将于周三开始 相关的法国代理生产商是德尔法姆公司 法国经济财政部周一告诉法新社说 生产将于本周开始 具体是周三 在德尔法姆的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工厂 为辉瑞的合伙人德国实验室生产 同一消息来源还表示 首先生产的批次将用于测试 以确保所有产品都符合预期的质量标准 然后将尽快展开商业批次的生产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还重申 分包商德尔法姆是近几个月来 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公司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支持 德尔法姆才能够给辉瑞和生物资料联盟 进行疫苗的评装工作 有关生产能力 法国经济财政部还表示 公司目前不希望对外宣布预计的生产数量 因为除了德尔法姆 瑞典的瑞西法姆 将于4月中旬 在其位于法国西部的工厂 为美国摩托纳公司生产疫苗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Handeli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而且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지�订阅有关 是不届于 我好 能力不吝点赞 订阅 个人 不用剧 倘打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